汇控、恒生、中电三家恒指成份股昨日齐齐宣布业绩,结果应了优胜劣败的市场格言。 中电规短型加上派息理想,股价上升,汇控及恒生盈利倒退。 汇控模式派还预告信贷损失高企,于是大幅下泄而创新低。 恒生情况与母公司相弱,但转差的程度较轻,故回落的幅度亦比汇控低。 汇控最低时报32元九角半,为十多年之低位。 一家国际级大银行落到余思下场,只能说一句管理层无能,而小股东亦所托非人也。 美国继续向在美运营的中资企业进行打压和资产略夺, 成为世界第一号国际大道。 TikTok美国公司正被宰割,而选择有意。 一是打死他,二是吃掉他,污夫,这就是美式逻辑。 很多朋友都告解中国企业界,应该死了去美国上市这条心。 因为人家不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对待你,你何苦还自取其欲。 自投罗网,所以刁调幻想。 踏实在自己的国土和友好国家中做好自己的事。 这才是正途。 外电传什么不经要对微信作反垄断调查。 使得腾讯等据企在上午一度下跌。 大家注意。 假新闻正在为外企及美国为首的资本家服务。 大家万物轻易相信。 在大敌当前,中方哪里会自乱振脚不可能也。 这是假新闻无疑。 昨日恒指上落波动40点。 高位24647,低位24250,收市报24458,跌137点。 是第三日下跌,三日共没去425点。 成交额1304亿元。 从走势看,港股昨日未有跟随内地股市上升。 相信同汇控公布业绩差略达到其他消息有关。 其实,这一利淡消息亦早在市场预期之内。 所以影响估计不会太久。 同时也只限于汇控一家而议。 是以大家不宜将利淡因素过分夸大。 好淡正在角力。 淡有想将恒指压至24000水平。 而好有则准备力守者一关。 看来24000的工房战可能要展开。 如果随之而来的公司业绩宣布继续差劲的话。 考验低位的可能性存在。 反之,若有业绩优良者。 也可以充起充起。 短期而言。 上落市形态未变。 中文字幕称赞也计判识。